我是一个定制低胶的手作娘 精美的设计和严格的细节把控让我圈粉无数 今天我却接到一个特别的订单 对方主动的在对话框表示 钱不是问题 但希望作品在没有导模的情况下 每一处都要完美呈现 我喜欢挑战未知 纵使我饶有兴致 也对自己的工作相当严谨 却看着对方遮掩含糊的尺寸信息失效 我亲切地告诉对方 优质的低胶硬度明显强于其他材质 但相应的可调整性和适应度过低 没有准确的信息显然很容易受伤 我三番五次地追问对方都含糊其词 我不得已将虚拟电话打过去 用系统机械音道 亲 如果您想达到最好的效果 还是建议您上报具体数据 对面的女生过了很久才小声道 可是要怎么测量呢 女孩子显然羞耻得快要哭了 甜豆一样的声线又软又焦 正是我喜欢的那款 我不得已调整了一下坐姿 这样吧亲 小店赠送您两款试用装 您根据使用感受 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可以吗 我听着对方迫不及待地挂了电话 低笑着挑两款自己用的最舒服的 还恶趣味地加装了几个特别的外部装饰 快递计达的当晚我莫名有些兴奋 坐在电脑前等待对方的反馈 却听见门口传来有人摔倒的声音 我合租的室友将房间转租给了一个别人 今天刚好是新人到达的时候 我扬声询问外面的人没事吧 外面女生又软又焦 颤抖道 没 没事 嗯 不要出来 我无所谓的耸肩回到电脑前 忽然灵光一闪 这 这不就是那个小甜豆的声音吗 我不停地说服自己听错了 身体却诚实地贴上了薄薄的门板 她细细地抽气着 带着哭腔小声道 破东西 太滑了 根本堵不住呜呜呜 我也没想到 电话里羞涩的小姑娘玩得这么严 为了更好的用户体验 我洋装不支 推门出去 她一身小洋装精致漂亮 却小鹿一样并拢双腿 无措的跪坐在地板上 乌黑的毛子里含着一点点眼泪 看着有人出来了 就搜了一下收回手 眼色涨红 摇头说没有 只是在裙子的遮掩下 不动声色地挪动身体 明显地往下做了做 我盯着她忽然拔指的腰身 和死死抿住的下唇 心中按道长度可以改短一点 看来要加装一定的固定装置 小姑娘不是一般的湿漉漉呢 我伸手 来 我扶你起来 她却拼命地摇头 不注意向后蹭了一下 整个人忽然颤抖着 僵在了原地 我迅速弯腰假装没有察觉 低头捡起她的行李箱 这样吧 我先帮我把行李放进卧室 转身却是意味深长地笑了 喜欢的位置都和我一样 真是个可爱的好孩子 既然如此 我可发挥的余地就很多了 我做足了体贴好室友的形象 回屋将电脑调制静音 迫不及待地询问 亲 您比较喜欢哪一款的设计 有什么具体的需求 越详细地描述您的要求 小店提供的服务才会越完美呢 对面嘴硬道 都不喜欢 太滑了 我想着她潮红的脸色 忍不住拿出来同款 亲 毕竟低胶制品表面比较光滑 包装盒里有丝带和配套装饰 都有一定的防滑功能 您可以具体体验一下 对面没有回复 我却听得见隔壁传来翻找的声音 等了许久 终于传来女孩一声抑制不住的小声尖叫 我耐心地计算着女孩的极限 和对面同步使用用惯了的东西 也有一种别样的快乐 终于对面控诉 用了丝带就走不了路 装饰要小一点 少一点 我严谨地记录了三款改良后的数据 提供给客户选择 防滑罗文这款是这边最建议亲亲使用的 那边一声不吭地付款成功 计购地址却改到了合租房 以小姑娘的羞涩程度 怕是直接崩溃 我贴心地伪造了一个虚拟地址 隔了几天放在了房门口 我坐在客厅看电视 诺 我的快递我给我拿进来了 她看清低胶二字的备注 就张红了脸 低声道谢后冲进了房间 再也没出门 我忍了一晚 隔天才掏出手机 亲 这边显示你已经签收了呢 这次的低胶制品你还满意吗 对方显示输入很久 就是没有答案 我失落地等到深夜 才看到她发来的一句话 店家 作品很完美 但是我的身体好像不对劲了 我努力回忆着女孩是否有异常 有些着急地询问 亲 你受伤了吗 大概是夜色的保护 她开始一字一句地敲击 店家 你觉得我是个变态吗 我一惊 使出浑身解数安慰道 怎么会呢 亲亲 这种私人定着我卖出去过很多很多呢 她果然好一些 这样啊 店家的低胶很合适 是我用过最好的 明明以前这样就够了 可是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人 我有一种自家白菜被偷家的生气感 却依旧安慰道 什么样的人呢 亲 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她自理行间都是快乐和迷茫 我本来在 她的声音很好听 手也很暖 身上有一股很好闻的味道 我 我现在只靠自己 根本就做不到了 对面的屋子里传来一声压低的哭声 怎么办 我不敢让她知道 她一定会觉得我是个变态 我忍不住嘀嘀地笑了 我站起身来 一边考虑着怎么不会吓到她 一边手上打着字 亲 人体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 如果两人基因相互吸引 会表现在一些可以感知的信息上 比如我觉得她的气味很好闻 她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就忍不住 我看着对方又在输入中 从万号到惊叹号 隔壁又传来了翻东西的声音 第一次寄东西的地址并没有遮掩 和第二次收获的地址一模一样 她绝望地发出了小小的哀号 我忍笑轻轻敲了敲门 听说我的低胶不能让客户满意 小店提供完美的售后服务 麻烦亲 开一下门 我笑着听屋里的人 磨磨蹭蹭地开了条小缝 暖黄色的灯光倾泻而出 一条细白的腿上 隐约缠着一条压青色的丝带 我看着她忽然惊醒般缩回腿 却因为动作太大嫩哼了一声 然后破罐子破摔一般 一拳一拐地回到床上 把自己蒙在了被子里 我礼貌地坐在床边 听说亲的低胶 需要配合店家的声音来使用 那么这里为您多介绍 几款新品好吗 我慢条思理地介绍着 自己的优势产品 分明是在正经不过的内容和声线 却随着我的贴近 被子里的人明显全成一团 我隔着被子安抚地拍了拍她 察觉到她忍不住地颤抖 干脆连人带被拢进了怀里 我调侃到 亲的产品是经过店家精心打磨 这边给亲详细描绘一下操作步骤 亲试着这样可不可以好吗 她一声不吭 但隔着被子 我都能感受到她的动作 女孩细小的乌液和热度 让我也有点忍不住 干脆想起身 回房拿点东西 刚一起身 却被一双细白的脚勾住 被子里的人又是不好意思 又是急切 我快了 你别走